不管您是大户还是小户或散户 我告诉你 现在大家集中火力都在布局 明年因为今年赚很大 明年会配息配很多 的高股息殖利率股 今天来到第四集了 今天我们追传产 追纺织钢航运 来贯州请上来 纺织提醒您 我们就把这个贯州给的资料 今年预估赚的EPS赚多少钱 把过去五年平均的配息率 这么一成 不就知道明年大概配多少钱给你吗 然后再把这个息 除以现在的股价 股息殖利率就出来了 仿先抓南方 红毅 华友莲 新迁 远东新 德利等等 这边颜色的是股息殖利率比较高的 巨阳东和年薪如红 第二个是仿先之后第二张 航运 航运一模一样 这边我就不用再念了 七年孤的层上配息率 明年配多少呢 把这个除以股价 股息殖利率就出来了 请看这边 台花头空 万海玉明星星 杰逊 中航 台航 长荣 家里大荣 大车队 这是要依照股息殖利率高到低 排序 因此不多说了 看下一张 二十党标的 感谢贯州辛苦了 但是不是党党可以当存股对不对 对 好 教一下 首先这个报偿的当存股 就是说他每年的获利都稳定的 那配息也稳定 我选择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获利稳定 而且配息是大方 你不能获利稳定 配息十几%那不行 对不对 获利稳定 每年配息都大方的 配息的大方 您觉得界定是多少 其实就是股息值 他的那个配息率 能够达到五成以上 我觉得不错 大家都抓五成 我不喜欢专家抓五成 百分之六七十几半块 对 赚十块配六七块 对 我觉得这样 当然是合理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 既然是报偿 那公司或产业的这个成长 要明确 你不能说 是一个细扬落后产业 对不对 他一直在往下 那当然他就不会长久 至少产业在耳朵 要旺几年 对 旺几年 至少五年 五年 而且是稳定的 对 第三 那另外 股价的长线位置在低档 如果在高档的话 事实上他的一个配息率 就是他的一个殖利率 也不会好 对啊 因为股价在低档 股籍殖利率才会高 因为股籍殖利率是 其处于股价 对没有错 也保护您不会追高 是 存股 二十档 仿仙十档 然后刚刚呢 第二个是航运又十档 对 所以二十档跳出来 存股念一下 首先在这个 属于仿仙里面 仿制仿仙的部分 像巨洋 当然他就是Nike概念股 远东西 宏印事实上 你会发现他的本益比 都蛮低的 而且公司都蛮稳定 那大车队 就大家路上看到的 那个台湾大车队 常做计券车 对不对 也是蛮稳定的公司 那至于说 航运的部分 像是这个散装的育民 我认为他也是 当然今年特别好 那过去几年 其实也不错 还有家里大融 他是货运 他是路上的货运股 所以说他的获利 也都算是稳定的部分 我们扫个K好不好 从去洋开始 这个是适合当存股的仿先 第一个你看 位置不高 各均线纠结 这个地方几乎是一个底部 是一个成立的情况 第二党远东西 远东西也是一样 位置不高 你看他几乎是已经 在一个相对低档区的部分 所以说你买了就等 那不行的话 也是有配期的部分 可是在中国大陆 有一点点压力没关系 我觉得还好 那短期 当然政治现象 短期的一个事件 下一档龙 红毅 红毅来讲的话 他的缺点是这样子 他的量很少 因为没什么能做 但是也造就说 他的股价其实是便宜的 那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你就抱着配股配息 是OK的 所以他配息也大方 对 股息之率也高 稳定 业绩稳定 大车队呢 那你看 几乎没有什么人 会去炒作他 对不对 位置是相对低 当然量少 就是怎么样呢 涨上去你不要追 打下来你买业绩稳定 而且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叫过55688的车 我是常常叫 他们现在不是只有黄色的taxi 包括了多元轿车 多元轿车几乎都是高档的轿车 私轿车 所以呢 一样制造跳表的 生意颇好的 然后再来下一档域名 那当然目前来讲的话 前面修正过 但是他的配息率 跟他的这两年的获利 跟过去的获利都是稳定的一个情况 好 最后一档 加里大轮来说的话 他的结构也是一样 量少 所以说上去 上去你不要买 对不对 下来你买稳定的 好 接下来呢 如果只能做短线占价差的条件 好 既然是短线 就是技术面要呈现多头格局 均线在下方往上 而且这边要有人买 法人或大户 他有去进场的 你不然就一滩死水的地方 法人有去进场的 好 技术面多头格局就是 短线的均线 由上往下 排到长级的均线 周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而且往上翻扬 这叫多头排列 对 你的法人是指外资投信 外资投信 自营商都可以 都可以 汇总起来 这样子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股价也没有涨很多 最好是拉回在支撑区 比如可能拉回在时日线 拉回在月线 只要是均线是往上的 下面有季线 有半年线等等都OK 股价有支撑的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几档 如虹 东河 万海 长荣 西兴 开始了 如虹 你看股价 对不对 事实上它维持在一个低位 在低档区 因为第二章是赚 价差 短线价差 所以每一档都要教我 如何赚价差 如何进跟出来 对 你看进 这边进对不对 好 万一真的跌 怎么做进 这个位置 把圈线化掉 圈线出掉 这个位置事实上 它在均线纠结区 附近就可以进 所以均线就买花 拉回可以买 万一跌破呢 走落呢 那你就出掉 可是往上的 既然短线 压力之前 你也可以出掉 所以大量区的 这个六七二 如果买在这 有机会靠近这 就是赚这个价差 对 没有错 好 第二档 东河 东河就是 它也有土地题材 也有这个坊间的题材 你看均线就多得怀烈 那怎么做呢 我们大概抓 比如说这一根 这个大概是带量的红棒 这边打下来你可以买 万一真的跌破了 这条应该是月线 破了就出 所以月线破掉 是停利停损点 对 没有错 但是如果现在刚好 均线才在脚底下 现在是拉回买 如果有冲高 赚个价差 好 下一档是万海 万海整个底型出来了 最近是热门股 对不对 刚好来到月线 你这怎么做停损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不错的 那一条是周线 不错的买点 对不对 在均线之上 那万一打下来怎么办 我们大概抓这一根吧 高点 大量的出掉 跌破就出掉 讲到了万海 好像又是教科书的范本 你看观众问一下 这不就是一个底型吗 而且观众教过 这是颈线 颈线这么一过 冲过之后 必回测 所以现在是不是就在进行回测呢 问题一 回测到颈线 是不是一个好买点 如果回测颈线没有破 之后挑战半年线 越过这边就是赚价差呢 没有错 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为什么 底型是明确的 拉回均线 有人在买 对不对 支撑买牌是有的 网上第一个 过高你可以先卖一趟 那如果说再往上呢 可以再画一条长期的部分 是不是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压力可以断出的部分 真的耶 刚刚赚价差 不是包括法人要买吗 这边是投信耶 投信今天也 万海 站在买方了 接下来2603的 长荣 我想长荣也是一样 你看 这一条线 也是它的一个景线 跟它其商店的位置 最近呢 稍微有压回 但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人在买嘛 外资在买啊 有人在买 所以说 这边进去的话 第一个 出厂点 你可以上去赚价差 你说 所以进场是 下档来到了半年线 刚刚其中第三条件 不是回档有支撑吗 对 所以回档有支撑 半年线的位置 133买 然后呢 如果外资的买盘不间断 今天的长荣 布尔邦 是外资投信 同买超欧 所以如果同买的话 那么它继续往上挺进 靠近149就赚价差 对没有错 没错 好 再来欣欣 那当然 这一档股价 它比较低一点 可是重点是有人买 那你很好受停损 你钱是个地方 如果这边能够撑住的话 再往上抓这个高点 也是一个短线的价差 所以27.5是停损点 对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赚价差 刚刚年线有支撑 年线这边买 然后挑战前高33块左右 卖赚价差 好 感谢观众 非常谢谢您 请回测 今天呢 我们追高股息殖利率的标的 追传产 当然呢 两类哦 纺织 包括了航运 这两大类 前面呢 颜色帮你凸显出来的 是股息资利率更高的 这个前几名 可是呢 因为20党标的太多了 不是每一党都适合当存股的哦 存股是陪我过退休生活的 三个条件一定要吻合 第一个 公司长期的获利是稳定的哦 利利来配息要很大方 赚10块配6块配7块给你 配息率要高达60-70%以上 第二个呢 产业或公司 往后的三五年是要向上的 不可以down is up的 第三个 股价长线 走着走着 下档有强劲的支撑 当然呢 还有包括了低档 股价不是标高哦 是处在比较低档的位置点上 这三个条件才能够当存股 这几档标的就是存股了哦 但是第二页 赚价差 跑短为宜 就是这三个 技术面多头格局 多头排列 法人是站在买方的 股价低档有支撑 这些赚价差 刚刚把这个进出的策略都交过了哦 以上结论 关周正确吧 好 正确 接下来给您更正确的是明天关盘 来 玉衡请上来 不过要看明天关盘之前 先跟您报告哦 联电就在刚刚宣布 通过了七百六十二亿元 资本预算支出 将采购南科的设备 所以联电现在设备扩产扩产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明天关盘 好 明天的部分 我们台股这个下降的五日均衔 大概是落在一七七五三部分 这个压力区到底能不能够突破 特别留意 如果能够有效的突破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去化解 这最近的一个空方式 那再来高通膨迫使联准会 加速收紧资金这一段 特别留意明天早上 应该说凌晨的联准会的一个状况 如果明年他们的点证度 要加起三码以上的话 那特别留意 短线上这个对成长股 有一些压力 那再来我们观察明天台积电填息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可以填息的顺利的话 那台股应该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那在这个礼拜五的部分 负值指数一个调整 那相对的这个个股的利多或利空部分 大家去留意 每次这种负值指数这种调整 尾盘都会有变化 然后在礼拜五盯着看 那今晚您就盯着这个看吧 观众朋友 就是这件事 因为今天鼠方解拉提展预行都说了 今晚最重要莫过于联准会的开会 所以美国股市两个字不稳 四个字涨跌互见 所以会不会到了晚上 前线之后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来呢 锁定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